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我有100万怎么办移民和留学 题目呢,希望能够比较吸引人 因为也是确实的一些情况 比如我自己的过去的同学啊,朋友啊 或者说客户介绍的别的人 有的时候会问到我们 说那我这个条件是不是够办理美国移民的呀 如果暂时还不够 我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选项啊 等等啊,那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如果说呢,你这个符合啊 人才的标准,比如说 简单来说,理工类的嘛 你要有论文啊,引用啊等等 有可能能够办EB1A啊 或者NIW类别的绿卡 比较简单,我们有很多别的视频文章 都已经讲到很多了 或者呢,如果你有美国的工作 可以办雇主支持的绿卡 或者可以办亲属移民 或者呢,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条件都不符合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是一位工程师 或者我是一位医生 但是呢,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论文引用 或者如果说我是艺术类啊 商业类啊,体育类啊 有媒体报道啊等等 那也有可能办EB1A、NIW 但如果这些没有 我在银行工作 在工厂啊,或者是IT公司工作等等 那我应该怎么办移民啊 说我有若干这个钱 比如说一百万人民币 那当然越多越好 也有的人呢,有上千万 好几千万 中国有很多成功人士 当然很好啊 那我们就从基本的讲起 那现在呢,因为房价上涨 以及大家事业的成功嘛 能够拿出一百万人民币的人很多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来具体分析一下 简单来说,我的建议 如果说现在符合移民条件 你当然建议现在就可以办移民 如果暂时不符合条件呢 建议你可以先考虑孩子留学美国 然后呢,再做其他的 怎么说呢,在商言商,老王卖瓜 像这样角度 那我们一直呢,过去十几年 都是办美国移民的 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经验、观察 我们认为呢,办美国移民呢 比其他国家有优势 这个具体的呢,一会儿我们再讲 那如果现在不符合办美国移民的条件呢 那可以说先送孩子到美国来留学 具体的呢,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比如说呢,我们知道 其他国家,那有的人办的 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小国 或者加勒比海小国、新西兰 或者其他地方 那么这些呢,移民呢 有的时候也要很多钱 比如你投资移民嘛 那当然就可能一百万人民币就不够了 如果说有的办理所谓雇主支持的这样的移民 这个有的中介收的费用也很高 有的要八十万 有的要一百二十万 对吧,都很高 那如果你问我呢 那我个人认为 你要是有这个钱呢 不如送孩子到美国移民 总体来说呢 发展会更好一些 那因为移民是手段 不是目的嘛 对吧 那你目的呢 是让自己以及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有更好的事业发展 从这一点呢 那美国有优势 因为高薪工作多 事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多 那生活的呀 不管是国力呀 从平均的GDP 对吧 人均收入来说 都是比较高的 那美国作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 它这个人均GDP 能在全球排在前若干位 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 比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大多数欧洲国家 等等都要高 对吧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移民新西兰 可能比较容易 但是新西兰 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工作 最缺的是什么呢 比如导游 厨师 新西兰一共只有几百万人口 还没有北京市海淀区人多 还有呢 比如我们有一位大学同学说 他有朋友移民去了葡萄牙 去了以后呢 感觉 是不是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后来待了一段时间呢 后来又离开了 这个实话实说 这是有引述人家的说法 不要来找我 然后呢 这是这个 当然这个每个人 人各有志 简单来说 你要是富豪 不用工作 那当然我到风景优美的地方 每天度假待着就行了 对吧 如果你还是要考虑到 要工作 要这个事业发展 那么呢 到美国移民 有很多优点 那么具体我是否够美国移民的条件啊 那很容易 你来问我啊 对吧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评估啊 然后建议说你现在是否符合条件 如果是可以申请什么样的 如果不是 那么可以先怎么办 那么接下来说呢 可以先怎么办呢 可以送孩子来留学 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人家过去讲叫选女婿啊 一个俗话叫会选的选儿郎 不会选的选家当 什么意思呢 要看这个人才对吧 个人的这个情况 而不是仅仅说家产 那这一点 比如说你有万贯家财 孩子每天赌博 那很容易就给输掉了 对不对啊 所以那孩子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孩子的发展 对不对 从这些方面 从这一点呢 那我们知道美国也有比较好的这个教育 然后呢 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这方面 那说如果我有100万人民币拿出来给孩子留学 我能够怎么安排呢 那我们此前也讲过留学美国嘛 你可以读硕士生 也可以读本科 也可以读高中 那么一般来说 比如说如果读硕士 当然这个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不同的学校 学费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说取个中位数吧 一般呢 可能学费一年四五万美元 加上生活费 所以两年下来呢 可能十几万美元 100万人民币大概用不着 用不了那么多啊 读硕士 如果是自费的 就读足够了 当然这个中间呢 可能还可以工作呀 或者也有别的收入啊 再说不是一次性付清嘛 如果读本科呢 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将就够了 比如说读本科嘛 你要读四年 那么这四年呢 一年学费生活费 可能加起来要四五万美元 四年呢 你要是省着花呢 可能十几万美元也够 那如果有的学校贵 那你在纽约的 比如说学校可能就贵 那大概就不够 但是一样呢 这个不是一次性付清的 所以呢 现在有一百万 对吧 明年经营有方 可能又赚了一百万 对吧 那你这个钱可以分七付 那时候呢 孩子也可以中间 可能有一些别的工作 打工的收入 所以呢 读本科呢 将就够 读硕士呢 有富语 如果只读硕士的话 读高中呢 大概就不够了 因为你读了高中 一般人 你已经在美国读了高中 那接下来一般呢 就还要接着在美国读大学 对不对 你要不在美国读了高中 你也没法参加高考 读高中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孩子自己来读书 一般要读私立高中 因为公立高中呢 不能发爱团体 私立高中呢 一般学费和大学差不多 那你高中读四年 毕业了大学 再读四年 要的钱呢 就多了 一百万大概不够 大概至少要两三百万人民币 但是一样呢 就不是一次付清的 这么个情况 那怎么能省一些呢 那也有办法 比如说 如果你自己 是在美国的访学 或者在美国工作 或者自己在美国留学 等等 总之呢 如果你自己在美国拿 J签证 或者H1B 或者O1 或者L1 或者有绿卡 或者一签证等等 那你的孩子 作为家属 Dependent 就可以读公立中小学 就不用任何学费 那学校有的时候 还提供免费午餐啊 或者是别的东西啊 就不用任何的费用 当然了 这个就让你自己 人在美国 那孩子人在美国呢 他读中学的话呢 就得读私立学校 当然对好多人呢 费用不是考虑的问题 主要想的是 这学校是否足够好 将来上大学 但是我们各种情况 都考虑到嘛 如果说要节省的话 我就出100万人民币 要怎么花 对吧 我们在这里先以这个基础 那当然你越多越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100万 都拿出来给中国的中介 说我给我办个加拿大移民 澳大利亚移民 新西兰移民等等 那这个嘛 人各有志 或者说你有很多个100万 办了这个还可以再办别的 那都可以 但是呢 简单来说 对我来说 如果你问我啊 那这个好钢使在刀刃上 我认为呢 这个有这同样的钱 不如让孩子来留学 为什么呢 前面已经解释了 会选的选二郎 不会选的选家当 很多人办移民 也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嘛 对不对 那你们孩子送到美国来留学呢 一般来说 正常情况下 这个留学了 毕业以后呢 他会练就一身本领 和孙悟空一样 对吧 就说呢 他这个会取得呢 相应的不仅仅是资质 还有能力 知识 那对于一生的发展 应该都是有用的 对吧 那从这方面呢 可以增加更多的机会 那毕业以后呢 当然呢 就是说 还是可以留在美国 继续工作 深造 那当然了 不是每个人毕业以后 都能留在美国 但是能够留在美国的人 还是很多的吧 在我们平常见闻的圈子里面 大多数人还是可以的 那你毕业以后呢 可以办OPT实习 实习如果是理工科的 可以有三年 如果呢 本科毕业读硕士 又有三年 啊 等等 总体来说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美国有劳动力短缺啊 有各种情况 那每年呢 美国还是发出 有上百万张绿卡 总体来说 美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移民国家 移民的机会 还是很多的 当然有的人 希望能够用钱 解决更多问题 这个有无可厚非 对吧 那你也可以 就是说办理也有 世界上也存在其他的移民国家 传统上的 也有非传统的移民国家 但是呢 一样就是 重申 移民是手段 不是目的 对吧 那你还要考虑 移民去了以后 将来 怎样来发展 这方面 所以呢 简单来说 重点 总结 就是 如果你有100万 如果说现在能办 结出人才啊 国家利益豁免啊 那么用不了这么多 对吧 只要用其中一少部分 就够了 如果说办别的类型的 美国移民呢 那也有可能 如果说现在还不符合条件呢 建议这个钱不要乱花 然后呢 那你还是可以考虑呢 送孩子到美国留学 根据孩子当前的年龄 自己的打算 以及呢 整体的财力水平 可以决定 孩子是到美国 读高中 读本科 还是读研究生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叫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上面也有一些 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要了解更多的问题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总体来说呢 那我们认为 孩子先到美国留学 你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啊 也看到自己喜欢不喜欢 孩子喜欢不喜欢 不至于隔山买牛 隔着布袋买猫 不了解情况 对吧 来到美国以后呢 根据我们的看到的情况 大多数留学生 还是喜欢美国 希望留在美国的 然后呢 那你已经在美国留学 从这个移民的角度来说呢 对于留在美国 也有很大的帮助 各种情况 我们都说到 即使不能留在美国 如果你已经有 美国的学历 对于移民加拿大呀 等等其他国家 也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一般来说 如果想留在海外工作呢 总是有办法的 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视频题目是 我有100万 怎么办移民和留学 那这个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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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